嗯 这俩人有什么情况 啊 啊 啊 别别别 好 不好意思 我手机有点带 不过 昨天晚上 你 有没有对我怎么样 你这一大早的 就忘了昨晚发生什么事了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是回去了吗 你 是不是很想知道星星是谁啊 是啊 好 那我今天就告诉你 那也不用喝这么多啊 你知道吗 之前就是在这间房间里 无论我碰到开心 或者不开心的事情 都会在这儿 一醉方休到天亮 我 我昨天晚上喝太多了 我要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你忘了就好啊 没什么 至少 我更了解你了 陆战恒 给我出来 完了 完了 五哥 你先去稳住他 我去洗把脸 于先生 你要不要起来说话 给我抽来 你干嘛 贵儿子 你把我妹藏哪儿了 藏哪儿了 你是不是误会了 我给你解释的 解释你妹 我妹呢 我妹 你妹 你妹 你们新加坡也这么骂人的吗 你敢骂我 不是不是不是 我怎么 哥 住手 这事跟他没关系 是我自己非要来这儿睡了 睡了 不 你个贵儿子 你真把晓晓睡了 这个伤肯定是晓晓不从的时候 他踏踏 行 你行吗 可我今天不嘴了你 住手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跟他什么事都没发生 于晓晓 我担心你一晚上 也替他说话 我是你哥吗 我不管 过来 给我说清楚 什么说清楚啊 这就是个误会 就是 误会什么 你当我是傻子吗 你要赔助我的精神损失 放开他 还有谁 有什么事跟我说 别冲我弟 有什么事 家恒 你脸怎么了 家恒 家恒 我们好久不见了 既然那么久没见了 你找我干吗 你是我弟弟 你觉得发生这么多事情 我能不担心你吗 我想你搞错了吧 你不是我姐 而且你担心什么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我担心的一直是你 从小到大 我 自从那件事发生之后 在我眼里 你只是骆总 家恒 二位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你好 你是家恒的姐姐吧 我叫于薇 我是笑笑的哥哥 你看咱们这么有缘分 要不要加个联系方式啊 你没事吧 是 有完没完 你是不是能 有些话 我想单独跟你聊聊 也是妈妈想要跟你说的 这孩子大了不好管是吧 我是这儿的房东 你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 好不好 我呢 没事可以替你照顾他 替你管管他 好吧 你觉得怎么样 没事常联系啊 我叫于薇 威风凛凛的薇啊